本周旅逊关键词取消限制 哥伦比亚从4月5日起取消入境时 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防疫措施 也取消了在机场和飞机上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 只要求进入医疗机构和养老院时 仍然必须佩戴口罩 卡塔尔发布入境新规定 从4月1日起 所有前往卡塔尔的旅客 将不再需要提供旅行前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这一决定意味着卡塔尔所有新冠疫情 旅行限制已经全部结束 柬埔寨先立新机场 先立无歌国际机场将于今年10月开始投入运营 可以起降各类大型飞机 新机场的通行将让先立古城与世界快速联系 帮助先立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前来观光 巴黎圣武院预计明年底重新开放 标志性坚顶将再次耸立 2019年4月15日 巴黎圣武院发生火灾 大火吞噬了整个建筑 导致教堂坚顶倒塌 火灾在一天后才被扑灭 目前巴黎圣武院重建速度非常快 预计将在2024年12月向游客重新开放 在大火中被烧毁的巴黎圣武院 大教堂标志性坚顶 今年也将重新出现